在臨新住民關懷社會 辦理親住情郵手工地庫的現實課程 在專業老鼠的短片子下 讓新住民一起家裡的人 就會來體驗手作的特殊 也很早來了解地庫的製作規定 讓生活過後更更宣布健康 台中的爸爸媽媽 做回黨手DIY的小朋友很開心 雖然身份沒有美麗的包裝 每個作品都生得不一樣 但是自己黨手做的東西 就是有一種快樂的滿足感 用起來也會特別安心 沒差 速度就是快 從黃色就好 這個就從黃色就好 這次在臨新住民關懷社會 基本的親住情郵手工地庫也是活動 在專業老鼠的感覺之下 讓新住民到家裡的人 就會體驗DIY的樂趣 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我們的大朋友 甚至連我們家裡面的男主人 也一起過來 其實這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小朋友 整個家庭的一個和樂 是我們新住民能夠融入這個社會 最好的一個辦法 通過各種不一樣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新住民 努力在融入這個社會 我們20新住民協會 也透過這個親子的活動 讓親子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透過手工造的製作去增進親子關係 而且在這個活動當中 也讓大家更了解 彰化縣政府在新住民的相關的福利措施 跟婦女的權益服務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過程 讓我們的新住民家庭 在彰化縣的各項的幫助之下 他們有更好的生活適應 出港地庫的確定不太好人 各六世出的方向進去 各種健康的觀念 都是在在立場生活當中 透過我們的確定 讓親子之間的感情更加緊密 也讓同樣是新住民的朋友更加團結 多中華新聞 綜合報道